我覺得我媽開心就好這樣 我爸的確是在背地底幹的蠻多 我覺得蠻BOLSHARE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真的對我爸蠻無言的 而且他是那種齁 我問他他還會不承認的那種 所以 所以 譬如偷偷把 我的 好啦 好啦 反正浮水的事你們都知道 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情況下 他把我房間裡面的水全部都放一堆苦水 然後那個苦水喝起來有夠苦的 然後我去問他有沒有這件事情 都當作沒有 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講 畢竟他還是我爸 嘴巴 拜託不要偷氣摸狗幹這種事情 你有種 你好歹 你直接跟我說嘛 你要幹嘛 可以走 我爸問有拼我把喝 對 你見沒辦法 剛來一天就去講了 對吧 新二代孫安佐 日前在泰國護麻後 闖入民宅漏臀部 被屋主報警驅趕 消息5月31號傳回台灣 引起大眾關注 對此孫安佐的母親 迪英受訪稱 阿奶把孫安佐帶去泰國 幫四海幫子萱做翻譯 卻一親別戀 讓兒子失控脫序 迪英解釋 男女分手正常 但阿奶住孫家5年 內褲是迪英洗的 卻一聲不響 就搬走 只能怪兒子沒用 截稿前 阿奶尚未對此回應 明星夫妻黨 孫鵬 迪英的獨子孫安佐 再報爭議 傳在泰國護麻後 闖入民宅漏臀部 屋主下的報警 目前雙方已和解 不過消息傳回台灣後 孫家慘遭外界批評 根據一平新聞網報導 迪英說 孫安佐透過前女友阿奶 認識四海幫子萱 因此在泰國被下骨 孫安佐 遭官兩次 曾經急診室精神病院 迪英飛往當地後 抱著滿身世傷的孫安佐大哭 5月9日 將而接回台 再付2萬多塊醫藥費 迪英稱 孫安佐返台後 向重協班 帶去身心科治療後 也接受男性阿希的老婆 詹玉琴去骨 孫安佐 5月31日 也在現實動態 發出面無表情 看向鏡頭的照片 表示家裡的人有病 還被怪罪在前女友身上 我好可憐 是不是有跟他講說 某月某號 要來學校掃射什麼 然後我就說 有阿可是 我只是跟他開玩笑而已阿 那個警察就說 嗯沒有問題 沒關係 不知道我們幾個問題 我們就放他走了 當初在美國某一天 然後下課的時候 我就看到朋友 我當他是朋友 我有一個不太好喜歡 就是我很愛講幹話 然後我講了 不太該講幹話 對就是我說 我5月29日的時候 要來學校掃射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他嚇到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看到他嚇到的表情 然後當然阿 他一下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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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kidding 就是我 我只是跟你開玩笑 這樣一定要講 不然他以為是真的怎麼辦 沒想到他最後還是以為是真的 但沒有關係 我承認我不應該開這種玩笑 畢竟在那種時候 美國是處於一個很敏感的情況 我跟他講完我只是開玩笑之後 然後我就回家了對吧 然後他馬上就跑去跟老師講說 就是他說他要去學校掃射 他們好像當天就報警 於是我隔天 我正常的到學校 然後我一進教室的時候 我就發現 校長就進來門裡面 然後就說 Son Ed we're here right now 但那時候我沒想太多 所以我就跟他出去嘛 對不對 然後邊走的路上 他就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 你有在用學校的那個置物櫃 我說 我沒有用置物櫃 因為我都喜歡把東西 全部都塞到自己包包裡面 總之 校長後來就帶我去辦公室 辦公室進去之後 然後一個小房間門打開 天啊 你知道那小房間裡面是什麼嗎 大概有五六個警察 然後全部都武裝起來 然後手拉拉拿槍這樣 我說 Oh shit What is going on 我覺得你們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坐下了談 所以他馬上就開門見山問我說 你是不是有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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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跟他講說 某怨某好 要來學校掃射什麼 然後我就說 有啊 可是 我只是跟他開玩笑而已啊 很小的時候 爸媽都叫我說 做人一定要誠實 然後那個警察就說 嗯 沒有問題 沒關係 我們都知道你大概不是認真的 所以 你只要填完這個筆錄 回答我們幾個問題 我們就放你走了 也許你還可以吃個午餐了對不對 我就說好 所以我就很老實的把筆錄什麼全部都做好 反正我全部筆錄都做好 我也老實的誠實 我筆錄一做好當下 他馬上就說 OK 我們現在以恐嚇威脅罪 逮捕你 我相信任何人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當然 蛤 那個說 不好意思 請你把你的手放在你後面 我們要幫你上考這樣 我就 嗯 OK 其實我那個時候是有點 懵逼的狀態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現在這個情況 呀 我就這樣子被帶走 當初為什麼美國會把他看著那麼嚴重 那就是當然也是因為我家裡面的東西 什麼子彈什麼的 我覺得 那就只是一個我的興趣而已 就是畢竟我很喜歡運動設計之類的 但我相信 任何人有我這種興趣 剛好又說了這種幹話 剛好又全部都被記錄下來的話 我想你應該很難不把它聯想成是一個 有神經病或準備要幹大事的 但後來我也沒事 我就 對我被關了幾個月剛剛 但我後來還是回家了 台灣的人看到新聞媒體上報的時候 喔他家有一件內有辦法知道 喔他說的幾句話 哇 如果我是看新聞的人 我也會覺得算是我可能真的要發瘋 畢竟一般人又不認識我 又不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 兩年的偵查終於結束了 結果就是檢察官想以 未遂製造槍械起訴我 我在美國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被起訴 未遂製造槍械 不過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管事情發生什麼 我都會接受的啦 當然我也希望結果是好的 沒有人希望自己被抓去關 不過這就要看法官是怎麼決定喔 頻道 飲料店 學業 當然照樣繼續做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別擔心 或者是擔心我說什麼 啊安卓會不會 颓廢沮 什麼 相信我 我不會OK 你能做的事情只有把 你現在該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OK 有一小段是我有被安全帶惹養 嚇我 眼淚都爆淚 然後 微血管直接爆掉 大家好 今天很特別就是來大家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中部最有名的都市傳說 伊阿哥 伊阿哥 伊阿姬 伊阿姬 請你狗狗來自 天啊 我真的看到伊阿哥耶 我覺得灰熊喔 他是一個 他也 設定上他也算是一個YouTuber啊 老實說就跟我一樣 雖然他 在電影裡面 他有的粉絲數比我還多 比較成功一點 我有個人覺得他是一個 他會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做任何事這樣子 而且通常他不太會聽別人講什麼 他覺得對的事情他就會做 所以算是一個 很有成功者的特質吧 但有些時候又有點太偏激 導致之後惹上一大堆麻煩 所以我在演他的時候我也覺得 嗯 演的真的啊 就是 他還很像我 在某些方面我覺得他很像我 但他又更偏執一點 更神經質一點 如何揣摩這個角色的這個個性 其實就是 角色功課要先做好 你要先 非常清楚知道這個角色定位在哪 你上戲的時候就會很輕鬆地演出來這樣 拜託你一定要救救我 阿姨我救救你了 阿姨我救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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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我 我連 會上大螢幕這種事情 我都沒有想過這樣 就是 突然就是 一個機會 就OK 那就上大螢幕了 我覺得恐怖片還不錯阿 就是 因為你以前都是在台下看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 就是實際上是怎麼樣 我覺得實際拍下 我覺得演電影是一件蠻酷的一件事情 那爸媽在拍戲之前 會不會給你戲劇上面的一些指導 那也不會 因為 第一個我演的角色 跟他們演過的角色不一樣 第二個裡面是演一個YouTuber 一個YouTuber該怎麼樣 不是我最了解的 至少我家裡面應該沒有人 比我更了解一個YouTuber該有的樣子 其實是 他在裡面拍的東西 跟我日常拍的YouTuber的東西 不太一樣 但我也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 應該就可以 把這個角色做好這樣 不太需要問他們 那爸媽會去現場頂場之類的嗎 一兩次而已吧 因為我去看 這樣 那也不會特別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我在做事情的時候 把別人在旁邊 講一大堆東西這樣 我覺得 我自己能做得好 就會OK 那就您自己本身而言 你會怕鬼嗎 我覺得我不會 並不是說我不相信鬼 這種東西 我覺得可能有吧 只是我第一個我沒有遇過 第二個我覺得 沒有看過的東西 就沒有必要自己嚇自己這樣 戲的這個環境當中 那個氛圍你會覺得 不舒服 或是害怕之類的嗎 我會覺得很猛 就是 你就看幾百多個人 然後 跑來跑去 就只是可能為一個 一個鏡頭 一個景這樣 大家齊心鞋底 把這個東西做好 我覺得很厲害 比較不會有那種 覺得恐怖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 就算真的有鬼好了 幾百個人在那個現場 你也不會覺得好恐怖喔 因為我回飯店的時間 都比較晚一點嘛 對不對 有些時候 在飯店走上的時候 哪一場戲 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哪一場戲喔 有啊 有一場 我自己的那個 單獨的戲啊 其實個人的 然後我們為了 那一場戲喔 同一個東西喔 我們拍了大概三天這樣 三天都是拍一樣 一個在我在車上的戲這樣 對 我覺得很猛這樣 因為那時 他有很多我的特寫之類的 他至少拍了大概六七十個 同一個鏡頭吧 有一小段是 我有被安全帶勒這樣 那一段其實拍滿久的 拍了三天 都是拍我被勒這樣 我那個時候也 非常的 或我出去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因為那個安全帶勒 其實是我自己在勒我自己這樣 如何要呈現出 你被勒得很痛苦 尤其用眼的 我覺得實際上 真的用力勒自己 那個感覺還比較好一點這樣 我那個時候很猛嘛 因為當然說要有那種 被勒的感覺 所以我就自己掐自己掐啊 然後我眼淚都爆淚 然後我微血管直接爆掉 連續拍三天啊 我臉上都是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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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黑色一顆一顆 很多人以為是粉刺 不是不是 那是細小微血管 在我皮下面全部都爆開這樣 因為勒太久了 勒太用力了 一個鏡頭拍了六七十次 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勒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拍那麼多次 不過 雖然有這種想法 但我還是每一次都很用力勒我自己這樣 所以勒到我最後就是 其實臉都乾掉了 最後來聊聊你對於鬼神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不要惹他 他也不會來惹你 就這樣子 通常你不去惹一個人 別人也不會無聊去弄你 對吧 不用太刻意去害怕之類的 我不會去哪類別人 在這裡 你聽不到 不然 在這裡 有空 可用 太陽